来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三文破证 就延续我们上午的这个议题好了 涨多不追我们就是等低节 那再来就是今天早上我也跟大家提到 今天大盘大涨208点 我们就算200点好了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追加的动能有 但是不是说特别的强 那当然今天指数攻陷比较大的 可以看得出来像台积电 联电这些半导体的部分 当然韩国今天也不错 韩国不错你看像不像阳明 这些都是持续走一个比较偏向 落后补涨 其实不可否认的 绝大部分的航运股 就像我上次跟他提到 大部分的钢铁股都在抵倒 所以当然这些 这一波我这么讲好了 你看从10月初 大盘落体到目前为止 你看航运股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动 所以他们现在稍微补涨一下 这也倒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落后补涨不表示等于会大涨 这个观念要有 不是说听到会涨就一定都会大涨 你不能拿其他像比如说 我们打个比方好 比如说杂阪三雄的南电 它这波大涨百分之七十七 对不对 它这波大涨百分之七十七 虽然这两天差了一点 弱了一点 但是别忘记 人家10月初是一度大涨百分之七十七 那你说现在你要拿阳明去跟他比说 人家本来都可以起这些 我怎么会起这些 难啊 文道有先后嘛 对不对 基本面有转功 他们获利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基本面有一样的 如果说今天 当然啊 如果说所有的类股都在10月初的时候 大家一起大涨的话 我告诉你 今天大盘也不会只涨到一千一万五了 早就已经一万八了 就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空头市场的反弹 所以它反弹 它在涨的过程中有先后 但是不可否认的 先涨的它一定是最强的主流 越后面涨的它一定越不是主流 大家记不记得今年年初 有没有印象 今年年初大盘在一万八千点的时候 还有没有印象 那个时候哪个类股是最后的补涨的 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们可能都忘了 我告诉你 元宇宙 今年年初的时候 最后一波补涨的 看位数会比较准 因为位数的高点是在1月份 是不是最后一个补涨的 之后你看大盘就下来了 就一路跌跌跌跌 真的跌了十个月 这些股票是不是刚都是在 你看元宇宙当初 基本上每一档都是在12月 有的在11月份建高点 有的是在1月份建高点 位数是最后一支建高点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他提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毕竟是最后面才落后部长 所以他能够享有的那个丈夫 不能跟那些已经走一个大多头的去相比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一直跟他提醒 你们有的就是要建好就说 你看像今天升级又稍微拉起来 但是我的建议是 你不要因为看到今天稍微拉起来 就去乱追 记不记得上礼拜 军工股有一两天也拉得很强 有没有印象 我还印象上礼拜 我记得有两天 军工股突然又拉 对不对 你看那个雷虎什么的 雷虎都不讲了 记不记得这一天金刚 我说如果你手上有的 最好趁那一天急拉赶快卖 果然你看他会下来 为什么我要建议你卖 所谓的震荡 当然如果盘整是为了 酝酿后面更大的行情 那当然我认为 以金刚来讲 现在拉回还是可以卖 可是如果你现在 太盲目的急着去追他的话 你要先忍受短套 大家懂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从来没有说 军工股不能买 我是建议你们有专的先卖 对不对 我没有说不能买 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你看像金刚 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利出清了 当他拉回借完料售之后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把它买回来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先卖 因为我不想要去忍受 这将近一个月来的盘整 盘一个月你看 我们在12月 我也忘记我哪一天卖掉的 反正是月初卖的 我记得是在这一天卖 好像是12月6号还是几号卖的 反正卖掉了 那你想 如果我当初不卖 不先落袋为安 不先持盈保态 你想 光金刚从12月初盘到现在 今年已经20几号 22号 拌了一拌位 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一个月吗 你看像这个也是一样 来我再举个例 这个连勇最明显的 来你看 连勇 这是我11月初的杰作 这也是短线赚很快的股票 你看11月4号 243 25买进 然后在11月18号 你看半个月左右就把它出清掉 313块出清掉 波段的价差 70块赚70块 投报率三成 接近三成 你看11月18号卖的 我们又被他追高点了 这天卖的你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林勇最近请问有没有大涨 是啦 也没有大跌 那也没有涨 那我问你 如果不先把它卖掉 耗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 赌他会再涨 还是赌他会回荡 没有意义吗 这就是很多投资本 他不懂的地方就觉得说 反正当然啦 站在做波段的立场来讲的话 也许不需要去理会 这种短线的震荡 但是你牺牲掉的是 所谓的时间价值 你看我们把 我在11月份的时候 把林勇卖掉 那时候就转去做什么 博制 还有去做其他 像金刚这一些 都是对的啊 就一直换骨操作换骨操作 然后越滚越多越赚越多 一直到上个礼拜我开始 几乎半清唱的状态 就在等嘛 那我在等什么 我在等看哪些类骨 压回完之后 见马一点嘛 秉持我一贯的风格嘛 什么风格 我就是不追高嘛 我就是要等很多骨片 拉回完之后 叫人要说 开始重新布局嘛 所以当你看到这两天 这一些什么生机类骨 这一些 哇 油到那里 说真的啦 想完的人 当然我不反对 如果你质问你的短线 你质问你这个技高人胆大 你的技术 有办法经得起这样子 上冲下写的话 那当然我不反对你进去追逐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你在一个相对的高档玩 我们不能说大盘这边是绝对的高档 可是有些股票它绝对是个高档 你在一个相对的高档玩 你所要承受的风险是绝对大于利润的 你看东哥油田我把它卖掉 事实证明卖掉还是有涨 钱不太紧啊 有意义吗 盘了盘了盘了往下破 哇 本来可以大赚四成的 你看还有可能变小赚 虽然也是赚 但是就像我讲的 你浪费的是一个时间的价值 时间大家听好吗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大家懂不懂 时间就是金钱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东哥游艇 11月16号 25658买斤了嘛 然后加码那些我就不去讲了 当冲那个都不讲了 我们在330 什么时候出的 12月6号 330 除清 将近三成 如果连同当冲那些就超过了嘛 10月6号里加 6号这边啊 我也没卖在最高点啊 我也是你看哦 我如果不卖的话 就是陪那边耗啊 一下子下去 一下子上来 一下子下去 一下子上来 浪费的是什么 叫做时间的价值 你还要去担心美股压回 啊 不可以才不买 然后呢 看到美股大涨 不可以卖 何必呢 你看呢 像昨天道琼大涨500多点 我觉得那没有什么 他本来就少在盘整嘛 那你看昨天道琼大涨500多点 今天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了 他还是出现一个分歧 大家懂吧 那他为什么出现这个分歧 好了也许你觉得航运股可以当为主流 好 这个我没有意见 短线的主流可以 但是中线的主流绝对不可能 那生气股又今天又稍微起来了 可不可以当主流 勉强可以当主流 但是你这时候最高就有风险 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 要动到台积电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已经出现拉回了 懂吗 稍微拉回稍微稳住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连电就稍微落了一点 但是今天也是有稍微动到连电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点他们要稍微会动 因为他们打回到一个重要的支撑 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懂不懂 打到支撑不表示一定会立刻大涨 他还是需要盘时间去拖 就比如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爱普的时候 他们印象 在10月初做爱普我问你 他有马上大涨吗 也没有啊 他也是稍微反复 你看打个WD完之后 跟他慢慢就起来 真正大贪就是后面这段 绝对不是在这里 资源也是啊 你看我们在120这边左右买的 也没有立刻大涨 他是慢慢涨 事实证明你看 这个大拨端是不是全部都赚到 没错吧 还有当初的这个星星也是 你们看到也是一样 我当初布局的时候也是大概100多块左右 108 109的样子吧 是不是刚好赚到这一段 后面这段就算了 这段别人要挨给你了 金居也是啊 金居我买的真的很漂亮 赚到37块这边买的 赚这一段 后面这两段 我就跟我没关系啊 我老实讲 后面这一段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就卖掉了 早就出清了 是不是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扣住就够了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我不反对大家做股票追求极致 比如说你买了10张 你可以留一两张跟他赌最高点 这个我可以接受 真的 我帮很多人持股诊断 我发现到大家都有个习惯 每次卖掉就涨 所以后来他们就习惯到不卖股票 结果习惯不卖股票的结果 买了10张赚了7张 可是后面3张赚了 还不过去补前面7张赚了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我也不要点名是什么股票 因为我之前帮有些只能持股 只能很就发现到 姐姐你这股票都赚钱了啊 怎么摸到哪里了解 那就是因为卖掉之后股票又涨 又把它买回来 反正就不卖 打回到自己的买金的成本 就觉得说我在高点 我可以50块不卖 现在升40块我为什么要卖 就后来跌到30块 他就更不会卖了 然后就要开始安慰自己 不过做波端后 做长期投资好了 反正会配股配息 很多投资者都是这样子钱输掉的 不一定跟大盘有关系 其实是自己的问题 大家懂不懂 所以为了要能够克服 大家心里面这个魔障 为什么要说是魔障 你要懂能会卖股票 你看今天大盘大涨200点 这个还跌啊 为什么 按理来讲 他就算不大涨也不应该跌 但是为什么会跌 这就是我们看事情角度的不同 当宏观在大涨的时候 我支持大家去买 可是我在节目上有讲 当我在卖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不要乱追了 事实证明 你看我们宏观卖得非常的标准 你看11月10号星期六 分享了 这是公开分享的 节目上也有分享 然后在粉丝专业上面也有分享 你看我们是在11月底的时候 139 140买进宏观的 然后加码的那些我就不管了 12月6号那天 你们看到月初的时候 190块全收获率出清 宏观赚的跟刚刚我们看那个 莲勇是差不多的 波段的套利51块 再不包括什么隔日冲那一些的 报酬率37 也不多啦 也不多 但是你看我们是卖了190 今天的宏观胜163 12月6号卖了 6号在这里 也没买到最完整吗 我跟你讲 我有很多股票买在相对的低点 那是因为很早就买 但是我承认我有很多的股票 并没有卖在相对的高点 但是我认为卖都是对的 你自己看是不是下来 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吧 今天 当然啦 我是建议大家啦 我们做股票最怕的是随波逐流 什么叫随波逐流 哇 看到今天大气了 快点 然后呢 很多原则就放弃了 快买啦 老师快点要买什么啦 快点啦 你起了 200点也没买股票不行啦 那我也明天大跌100点了 哎呀 要真的不要买股票了 买股票不够了钱 要做股票不好做啦 要休息了啦 说什么 红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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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一套准刀 它没有一套准则在 大家懂吧 心目中的一八尺啊 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 大家要知道啊 如果大盘后面还会有 还会再供一波的话 我这么讲好了 来 我们看大盘 这两天大盘是不是押回 对不对 是不是押回整理 台积电 联电这些股票 是不是有拉回整理 我们讲一些比较基本面的股票嘛 联发科是不是得拉回整理 大家知道 我长久也来很习惯看联发科 所以当联发科涨不动的时候 我一定会卖股票 它是我的一个什么明灯 大家懂不懂 这是个标杆啊 一个算是一个 有指标意义的一档个股 也许有的人会看什么 可能每个人看的情况不同 有的人看鸿海 可能有的人看其他的股票 但是因为我要做IC设计 我肯定要看联发科的啊 那当联发科开始出现 涨不动拉回的时候 你想嘛 其他的徒子徒孙 凭什么会大涨 可是我会去我跟你讲 那都是就像宏观一样 做最后一波的拉 等那个算 好啦 那要说逃命反弹也可以啦 拉完之后 我跟你讲 不管三十一三是下来了 那为什么会跟得下来 因为联发科下来嘛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现在在等什么 我也不会因为今天大盘大涨200点 改变我的作单计划 不会 不需要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所要买的 我所选定的股票已经在打底了 那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值得我们留意 理由很简单 营收 大家知道啊 能够走主身段的股票啊 有一个特色 它的营收只能成长不能衰退啊 不然凭什么会有主身段的架构 继续广告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斗铺 2022超级旧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会员一路相挺 你听我我更挺你 感恩大回馈 除了今天再等一年 刷三线02-2752-5868-2752-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 102-5868 陈东斗铺2022 超级众年庆 隆重天场 感谢会员一路相挺 你挺我 我更挺你 感恩大回馈 出个今天再等一年 刷三线02-2752-5868-2752-5868 当国民法官 开庭得跟公司请假 但是我还在试用期耶 啊 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啦 按规定你担任国民法官 老板应该给你工匠 而且不得秋后算账 好险有这项规定 按啊 哎 无头 你等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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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好 繼續 好 類似這樣子的個股 也許你已經知道 這是哪一檔 但是沒有關係 我這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過兩天我再公開好了 反正他現在拉回 已經量說見底有買點了 我也不會零射到說 公開讓他知道這是哪一檔 但是我先跟他聊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規劃一檔股票 是否有所謂的主身段架構 大家一定要一個重點 不是什麼阿里不打的鉤票 他都會漲 你要知道你現在所看到的 每檔股票 你現在所看到的任何一檔股票 我隨便抓一支 再跟他聊好了 我們手上的APP 這個絕對是出身段 大家懂嗎 現在拉回做二的修正 修正完之後 如果大家也知道 現在IC設計第三季 今年的第三季本來就已經 基本上大家都不好 那第四季還在想辦法去庫存 等到想辦法去完庫存之後 明年搞不好業績會開始轉正之後 營收是不是會開始恢復 那麼在營收的益助加持之下 符合了所謂的有基本面的推升 那麼這樣子的股票 他的機會走主身段 所以在他們拉回目前的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我只能這麼講 整理本來就是非常的辛苦的 可是眼光放遠一點 眼光放遠一點 有時候榮華富貴就是這樣子 榮華富貴他不會是夢一場 有時候你要榮華富貴 你要大富大貴 你本人家稍微見得起稍微的什麼樣忍耐 今天我敢這樣跟大家講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你說你10月初 9月底10月初 前面大盤這2000多點 沒跟我賺到的 好啦 你要說你運氣不好也無所謂 你要說我們無緣也無所謂 因為我現在重點不是擺在 前面這2000多點 我有多厲害 我有多挑白了 我現在是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當大盤拉回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怎麼去觀察未來的主流 而不是隨波主流 隨波主流就會像我講的 今天看什麼 今天看什麼 今天看兩百塊 你就很急得買股票 其實我不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你昨天不買 今天進去買股票 十之八九都有套牢的風險 買黑賣紅不是最漂亮的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兩天包括像 剛剛跟他聊到 你看像包括像宰版 哇 這兩天都好弱啊 對不對 還有3189的這個景碩也好弱啊 對不對 我不去跟你們討論他拉尾牌 我只要跟你講說 你看包括3037的這個星星 哇 老師好爛啊 爛死了 弱死了 有時候我覺得人也很奇怪 他在大氣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都追捧他 每個老師測標還不是星星緊縮 星星緊縮南電 大家都這樣 都演講一齣 為什麼 結果我們在看那個八點檔的連續劇 感覺起來 只是換個電視名稱 那是內容都差不多 對不對 反正就是豪門恩仇錄 然後反正這不是我生 他是不是我生 他以前是我女朋友 他以前是我的神 誰生 到最後就亂七八糟 移了一步去 一步去嘛 不是這樣子的啦 做股票它有它的一個邏輯在 有它的一個基本的架構在 為什麼這邊出生端會長這些股票 為什麼盤整的時候這些股票會拉回 為什麼有些股票會有出生 會有主生端的架構 為什麼股票比較投機 會只出現在陌生端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股票市場不是一兩天就可以把它講完了啦 我只是今天跟他提醒一下 因為我吃不到有血嘛 漲多的不要追啦 我就是只等低接 也許我這兩天接這些股票沒錢賺 我自己承認這兩天真的是沒錢賺 但是我不會因為大盤的這個大漲或大跌 去改變我的任何的看法 因為我很清楚的知道最終的勝利會是屬於誰的啦 你回顧一下九月底的時候 我在佈局愛普的時候 我在佈局資源的時候也沒有什麼人看好啊 酸的人也是很多啊 人言人語的更多啊 可是當你看到愛普 星星這些股票都大漲之後 好啦 你要說我很神也可以啦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跟神不神沒有關係啊 那是因為我有我一貫的堅持跟信念嘛 少了這個堅持 少了這個信念 就什麼都沒有啦 就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現在我還是一樣告訴大家 健好就收 死因保態 跟著做法師一起低接 好好把握最後的機會 感恩大回饋 有任何不了解 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跟我們線上的處理 請個聯繫 節目說會預測所有的投資票能操作 順利 我們明天見 很好看 好看 這主客女 真是 殭屍 去哪裡 去視察 做什麼 吃鴨血 吃鴨血 不然是什麼 你說 你 看牙醫 錯 炒大腸 你問問嗎 精力充沛 你怎麼知道 我每天都把在這裡 給你 保力達 滿牛 刷刷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貸盡一定貸出 陳偷同步 擁有股票 起貨 雙振兆 為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偷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CO 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彩節目